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旧气口宣言串起来的14年 正是中国古村镇保护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气口古镇不断被唤醒挖掘的14年 古村镇保护和活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探索古村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如何融合文旅赋能乡村镇兴 如何活化乡村文化遗产资源 让古村镇真正活起来 这都是第四届古村镇大会中涉及的问题 任何景点的发展跟文化是离不开了 文化这张牌一定是王牌 你比如说第四届古村镇大会来到了气口古镇 来这里不仅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气息和岁月的年轮 你还能感受到最具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你比如说正在扭起来的林县央阁的非常厉害 我是吃饭了 鸿宇再歇一会儿 绝对进去是武池中的佼佼者 大会举办期间 在古镇中也在不断上演当地的各类非遗文化展示 酣畅淋漓的伞头央阁 明快热烈的倒行器 粗广豪放的大唆呐 直白厚重的桑贤说 传承着记忆 承载着乡愁 情系黄河水 浑系黄土地 正因此气口被台湾黄永松 夏祝九等专家学者称为 活着的历史 走了一大圈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在气口举行 除了可以看到这些活化石的建筑之外 你还可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展演活动 你比如说纽阳哥 还有刚才昏俗表演 那都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我也在左往 你说气口古镇它的魅力是什么 它是活着的古镇 其实除了它是活化石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这里完美地传承了黄河文明 而且这里的居民生活也是回归了之前最古朴最纯正的原始的生活方式 每一寸肌肤都向你散发着这里独特的魅力 黄河文明的传承也让这里充满了历史当中最富有价值的一面 黄河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母亲和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区 他们黄河传统意味着我们要传承传统的文化 说保护不是一点不让动 而是要把它合化 让文物说话 让这个能够变成传统文化 能够变成文化自信的一个载体 所以我们实在生活的意思就是说 古村镇要让当地居民感到日子变好了 能赚钱了 要让外地的游客感到住在这里挺舒服的 能够吃得好住得好 还有东西好买 那如何把农民带动起来 发展农民的内生动力 这个才是一个村庄 它彻底能激活 以及它长期可持续有效发展的一个根本 其实不管中国哪个地域的古村镇 它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 那山西这边的 其实它的底蕴都不用我介绍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那我觉得就是挖掘这个在地的有效文化资源 汽口作为一座活着的古镇 这里守护着华夏儿女的乡愁记忆 这也是这座古城所独有的魅力 被岁月浸染的汽口古镇 依旧保持着原始质朴的民居生活形态 一人一物一山一水 历史文化赋予了汽口最美的 风情 而当地的民俗文化就是其最深刻的魂 在古村镇大会的主会长旁边呢 有这么一个农产品的交流平台 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交流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呢 能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汽口古镇 来感受咱们山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 你比如说吧 我注意这块我注意好久了 叫做蓝线面素 这个叫做蓝线袁建华面素 哪位是袁老师啊 我是 您是袁老师 您这面素我能玩玩吗 我能 这个我看看这感受啊 这个面素应该是特别制作的吧 这个它不是一般的面吧 不是一般的面 有点像小的时候那橡皮泥 但是比橡皮泥还要有韧劲 很Q弹的感觉 你看做的很漂亮 那是做的一个羌鹅 哦 好 我看了 你看这个 你看 明显感觉到我这鸟的营养不良 你知道吧 好 特别好 蓝线面素 来到这里呢 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精雕细琢 背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怎么能把面玩活了 这绝对是绝活有讲究 你慢慢 我们去那边找一找 文水县 近葫芦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他们主打的是刀客彩绘葫芦画 传统制作技艺 也就是说这些画都是拿刀客出来的吗 对 拿刀客结合咱们的烙笔 如何更好地将文旅产业做大 如何将文创产品做出独到特色 大会除了给各方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更是给当地文化民俗搭建了展示的舞台 本届大会设置近2000平米展示台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创意产品 电子商务和物流 农特产品等八个专区 有近70家企业参展 其中 非遗展区囊括中阳减纸 国家级非遗杏花村焚酒酿制技艺 蓝线面素 效益皮影戏 省级项目流离戈泵制作技艺 交成金银器制作技艺 柳边技艺等一大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 集中展现山西多彩浓厚的农耕文化特色 古村镇大会最大的作用在于 把保护的市场的旅游的 传播的 所有的跟古村镇有关的这个行业和环节的专家 大家都汇集到一个平台上 大家一起讨论 怎么样做好衔接工作 怎么样进一步的达成共识 怎么样能够推进实际的保护 有效的保护 同时也为古村镇的这个发展 找到它未来的可以发力的 可以依赖的这些经济上的这种支撑点 夜幕降临还可以来看一场非常不错的电影 比如说接下来是江湖导演为咱们带来的 狭路相逢 取景地就在咱们的七口古镇 本届大会上一部献给黄河的电影 狭路相逢 应邀做专场放映 这是第一部全面展示当代进闪黄河的电影 大量场景都是手灯荧幕 主要取景于陕西 山西 不仅有时髦遗址 气口古镇 还有现代化的延黄公路 榆林 及神木城市景观 跨越近千公里的近闪峡谷全城景区 堪称黄河版复春山居图 我们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 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八月中旬 从吴冠中到甲张科都痴迷于此地 很多画作影片里都取景女良 气口 用电影和绘画的形式传达当地的人文温情 及怀骨之情 古村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 寻找一批黄河流域的古村古镇 保护其传统文化 活化其历史遗产 引导社会各界参与保留古村镇传统建筑与地理风貌 致力于传承发展黄河文明 农耕文明 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气口它是这个区域的一个节点 是一个农土 那么气口的发展 活化 它从它本身之外应该带动一片 所以你说旅游的话 光看一个气口是不过的 实际上在历史上 这个李家山和七湾 它跟气口是复古的 它本身的文化就是一个体系 都是属于气口黄河商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开发气口 不能孤独的开发气口 应该把李家山 这个西湾等等作为一个体系 黄河边的古老渡口 在盛极一时的两百年前 也是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 当时的商业贸易都集中在气口古镇 不过商人的家眷却在附近村庄安家落户 造就了那里独特的商人生活文化 其中更是有两座村庄尤为出名 天挺热 来的是地方 你会感觉到你跟太阳的距离离得如此之近 它跟你的距离让你感受到这方土壤之上 焕发的文化旅游的气息 其实我们说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比如说乡村振兴 那一定是一个景点出名之后 带动周边的发展 气口古镇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在它六千米距离之外 也不叫李家山村 也因为气口古镇景点的有名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李家山在气口镇南山 隐于大山深处 空灵优雅 主体建筑以明清时期窑洞为主 以约七十度的山坡而建 这里现在是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更是艺术家们的天堂 这李家山村呢 它是一个凤凰展翅 最有意思呢 是凤手和两翼的部分 你要是有点恐高啊 你都不敢往这站 它是一个依山而建 由山底到山顶 错落有之 咱们著名的画家 大家会应该都知道吴冠忠 吴冠忠来到这个地方 大为惊叹 说这地方太好了 他说啊 从外面看 这地方像是一个古老的汉墓 走进来之后 才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窑洞 吴冠忠说了 走遍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一个村子 直光飞逝 当年呢 李家山村因为汽口古镇 繁荣了一段时间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没落了 时至今日 又因为汽口古镇景点的发展 李家山村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迎来了今生的第二次腾飞 各位 李家山村有味道 走走 这些年来 有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 不必艰险 步履到李家山采风 一个个都留下美好的印象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可以说 李家山民居 是黄土高原上 人类民居文化 又以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些年 随着汽口景区的发展 和乡村振兴 李家山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 主要就是红枣呀 自己做的白豆呀 绿豆 人家说来吧 姐姐姑姑的小 吃小孩也能卖 红枣呀 大时候卖一斤了 今天说的红枣都卖不了 现在我来到了是西湾村 西湾村的距离汽口古镇 有两千米 西湾村呢 同样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那西湾村呢 为什么说会在这个地方驻扎呢 其实之前呢 是方山县 有一个村庄 集体签到这里 因为这可能 这个生活不是太如意吧 来到这儿呢 之后汽口古镇 是一个重要的经商要道 他们就在这里做生意 越做越大 西湾村由此而来 西湾村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也是汽口商贸 经济辐射产生的生活 和仓储行村落 悬旨讲究 坐西北向东南 背山面水 避风向阳 走面积三万多平方米 这个村呢 非常有意思 横呢 有两条街 树呢 有五条巷 正所谓 你从哪个门进去 你都能把全村走遍了 叫做 一个村是一座院 一座院 它也是一个村 特别讲究 有很好的防御功能 很好地保留了黄土文化的气息 各位 跟着朋友 咱们来走一走 瞧一瞧 我们老祖先就狗正做生意 我们家有个少号 就是这个一生成少号 它是那讲应的 料是 油 野 解 反正生活是要批发零售 那祖业在我 那个都开发出来 对面没有开发出来 反正来客人 也能做 开发成民宿 没有民宿 能做客人 反正到时候 能增加点生活 以当地居民为主体的 适度开发 可以说是一种 很好的保护 在这里 古村镇的保护与活化 似乎更为融洽和谐 让居者满意的地方 才会让行者快乐 如果我们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这种开发和利用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没有一个谨慎的态度的话 很容易把 让它走上一条 就是说改变了 当地人的一种 它的原来的文化意识 或者它的成统 这跟我们的本意 就会发生 很大的一个冲突 我们希望的呢 就是说 山西当然有这么好的资源 我觉得首先是要有一个 要一个梳理 就是说对山西的这种 就是我们的人化资源 我们的遗产资源和旅游资源 进行一些分类 要自己要对区域 不同的分类 哪些区域适合做什么样的旅游 哪些区域可以做哪些旅游 我觉得要一个总体 本层大会成果丰硕 举办了主旨报告 专题论坛 资源对接 等五大类十八项活动 会上发布了新的气口宣言 对接了一大批资源 签署十多项 规划设计 民宿旅游 乡村建设等 多方面的合作协议 在时代快速发展 乡村振兴的坚持 古村镇的活化与保护 探索让古村 更好传承的路径 探索有益于 古村保护和可持续经营 发展的道路 是大会举办的初衷 相信在本次大会 创建的学术交流平台 和搭建的文化连通桥梁的基础上 汽口和山西的古村落 乃至全国的古村镇 将在振兴道路上 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来到古村镇 你会发现 这些地方一定是 历史长河当中的璀璨明星 闭上双眼 仔细凝神 你会发现 古村镇是文化生长的土壤 也是历史沉淀的记忆 当然 它也是相愁最踏实的寄托 在古村镇发展的今天 一定会出现新的生机 奏响一起取新的古镇之歌 爱你祝我 爱你祝我 我爱你春天宝宝的凉凉 我爱你秋月既往的伤务 我爱你千封千尺 我爱你红杯飞扬 我爱你春天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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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感谢观看